如果不是因为 因为我的心里还有你 我早就放弃了 不是你们俩这 迟到的有点多吧 怎么回事啊 不怪我啊 他磨叽俩中头了 做你的伴郎 不得弄得帅一点吗 小姐 您的 您的婚纱到了 请您去试一下吧 好 您二位是先换衣服 还是先化妆呢 化妆 您稍坐 先生 您跟我来 欢迎光 要结婚了 心情怎么样啊 还能怎么样 激动 忐忑不安呗 这结了婚以后 就是男人了 没事别老瞎贫 好好挣钱 照顾老婆孩子 还有就是 别随随便便 对别的女孩好 万一人家多想当真了 讹上你 我告诉你 像我这种 善解人意又洒脱的姑娘 还是少数啊 其实少数啊 简直就是绝版 你想好自己 未来的规划了吗 你可承担着 振兴家族的重任哪 我还指着你以后发达了 多提拔提拔我呢 别到时候没老板 翻脸不认人 你对我的恩 我一直记着呢 无家可归的时候 让少女收留我 感冒生病 给我送粥 虽然是买的 陪我找工作 陪我做旋转木马 还去医院 去医院看我 你看 你看你 你又把这事弄得伤感了啊 咱今天是来拍照片的 怎么弄得跟 父亲要嫁女儿似的呢 你能记住我的好 这就够了 我也希望你以后 能够忘记我的好 真漂亮 真的很漂亮 我和尚文芳也拍过婚纱照 她也曾为了我 穿上白色的婚纱 就这样站在这儿 对着我 甜甜的笑 那一刻我觉得 或许是我生命中最幸福 最美妙的时刻 因为在遇到她之前 我生活的色彩是单一的 我是那么爱她 那么爱 可她还是笑识了 就在她即将成为我新娘的 前一个晚上 她消失了 就是这样一个女人 给了我希望 又让我陷入无尽的绝望之中 你告诉我 我会不会很恨她 你很像她 你的眼神 表情 气息 还有你身上的味道 我和她简直一梦一样 在无数个夜里 我都梦到过这样的情景 你背对着我转着 任凭我再大声地 叫你的名字 你都不转过来 我从来没看清你的脸 但今天 你别这样 而且还看得很清楚 文芳 文芳 就让我这样帮你一会儿 就一会儿了 因为过了今天 我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我只想告诉你 如果不是因为 因为我的心里还有你 我早就放弃了 我一直在等你 我一直在等你 等了八年 我先回去了 爸 不是怎么回事啊 就 怎么连坑都不坑一声 这俩人就 就跑了呢 我刚刚看见他 你看见什么了你 有些话我现在说不太合适 显得我特有目的 但我不说吧 又觉得 对你不好 这都什么时候了 有什么不能说的呀 我看他俩抱一块儿了 看清楚了吗 立冉看着我 就把少女推开自己跑了 少女找了个借口 也跑了 行 看来他们俩是 按耐不住了 你这反应不对吧 你一点都不惊讶 不愤怒 不悲伤 现在按情节走 你不是应该一拳捶在墙上 然后一把鼻涕一把眼泪 抱着我哭吗 是 我也奇怪了 我怎么会有这反应呢 可能是我 我咋就有心理准备吧 这一切都在你意小之中 好 先生您好 您现在可以拍摄了 不好意思啊 那个 我们今天不拍了 好的 没关系 跟你商量个事呗 怎么了 你看这个预约金也交了一半了 不拍也退不回来 多浪费还拍吧 跟谁拍啊 她都走了 你 你别多想 咱们不是拍结婚照 咱们拍的是闺蜜照 我从小就想 当新娘拍婚纱照 一迟没实现 就当满足满足我 咱们可以拍摄风格 轻松活蹦一些 而且我保证 绝对不将照片 恶意散播 然后你未来老婆 也绝对不会看到 不是 我 我跟你拍这不合适吧 怎么不合适呀 你这天行头 两小时吧弄了 你这钱也花了 什么都不弄 这才叫不合适吧 走啦 我在这儿 回来了 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告诉你个好消息 以后我都不用加班了 不是 你 你这 什么意思啊 我被辞退了 等等 等等 被辞退了 谭少雨把你给辞退了 跟她没有关系 是我自己做得不好 不是 那辞退你得有理由吧 为什么把你辞退了呀 我给谭少雨打一电话 是谭少雨她妈 她辞退的我 她 她妈回来了 不是 她妈回来 为什么把你给辞退了呀 先别问那么多了 家里有酒吗 吃个男人 吃个傻 把个呆 有个坏 还有一个人的爱 姐妹们 跳出来 就算甜言蜜语把她 偏过来好好爱 再让她离开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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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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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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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咱别再喝了行不行 再喝就该伤胃了好不好 这一千年 这一千年 多少痛 多少苦 我都熬过来了 喝点酒算什么呀 你 你 高兴 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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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 高兴什么呀你跟我说说 是吧 我要成为你林天乐的媳妇了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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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呀 潘少语 是吧 依恋 是吧 林天乐 在这儿呢 在这儿呢 那个咱俩玩游戏好不好 好 我问 你答 行吗 好好好 那个 你 你跟我说说 我一直以为啊 这你跟潘少语之间啊 有什么隔阂 能跟我讲讲你们俩之间 有什么隔阂吗 我知道 你心里现在有一千个想象 一万个怀疑 但是你要相信我 我没有骗你 不是 我 我相信你什么呀 你看啊 我现在都把你啊 依恋啊 当亲人了 你不应该把我当亲人吗 你跟我说点实在的 好不好 那就给我买上 好 买上 买上 刚 刚才我那问题啊 你还没回答我呢 你跟潘少语 你跟潘少语到底怎么了 依然 睡着了 啊 不愧是酒着俩 一喝粥 一喝酒 什么也问不出来 你是跟这儿睡啊 还回屋睡啊 起这么早啊 起来了 坐这儿等我啊 粥马上就好啊 我呀给你煮点粥 昨天你不是喝多了吗 起来胃肯定不舒服 喝点粥 养胃啊 还有这个 一边吃呢一边看个报纸 这画红笔的呀 都是我觉得呢 比较适合你的工作 你看这儿有财务助理 有广告策划 还有这个总经理助理 我就想了 这总经理助理吧 未来肯定免不了要应酬 又得喝酒 你又喝不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太适合你啊 来 一边吃一边看 吃好了 看好了 把自己呢 打扮成漂漂亮亮的 开始新的一天 谢谢您 你看 老跟我说什么谢谢 知道你这人呢要强 凡事呢都得干好了 不能让别人比下去 我老觉着 你跟家里啊胡思乱想的 不如啊出去看看 当然了 你要是觉着这段时间累 想跟家里好好休息休息 也行 对了 我昨天晚上没说什么 不该说的话吧 没有 酒品好着呢 就是一直喝 喝完了就睡了 真的 真的真的 好像说了一个什么 这么多年 什么最难熬的事 都熬过去了 就想问问你这话 什么意思 我昨天丢了工作 心情不太好 所以瞎说了什么 你别往心里去 我倒没人吧 我就是希望 你能够对我坦诚 哎 这几个工作 哪个更适合我一点啊 哦 我觉得这还行 就这个 这个 财务助理 你以前不是学了专业的吗 而且这工作啊 你也干嘛 我觉得这个 相对而言比较适合你 嗯 我也觉得这个比较适合 对 有双修 有结架 多好啊 来 这下面就是 就试试这个 好 好 行 你先吃 我再给你摊个合班的啊 嗯 这么急找我 有什么事儿 你为什么辞退一软 我是董事长 辞退一个员工吗 有什么问题吗 辞退一个员工 需要合理的理由 你的理由是什么 一个普通的员工 你这么上心干什么 你说给我听听 我不能辞退她的理由是什么 她没有做错事 所以你不能辞退她 妈 你不能因为你的私心 这么做事情吗 我的私心 你到处说说看 我自己的私心是什么 我的私心就是希望你好 希望把我的一切都给你 我有错吗 好吧 我来告诉你 我为什么要辞退她 她是不是上文方 你心里很清楚 你可以不承认 哪怕她不是 就因为她长得像你 那也是她不作用 我不能让这样一个人 留在你身边 你明白吗 你这是无理取闹 妈 我不喜欢你这么干涉 我的工作 既然你把公司交给了我 那所有的决定全都在我 我不想这样连我的员工 都保护不了 你知道吗 她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你要保护她什么 我做的这一切 都只是为了保护你 我要把有可能伤害你的人 从你的生活中清除掉 少女 我再问你一遍 假设 我只是假设 假设尚文方 再重新回到你的生活 难道 你还会原谅他们